现在欧洲杯进行的是如火如荼 可是有些人却无暇顾忌 像丁俊辉就是这样的 他支持英格兰队 但是因为要参加斯诺克中旬赛 张家港战的比赛 所以欧洲杯是一场没看 不过小灰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 今天他就比了两场 体力的消耗可想而知 那晚上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小灰和宾汉姆战成了三比三 下午的八分之一决赛 丁俊辉迎战英格兰老将米尔辛斯 小灰进入状态比较慢 一上来就丢掉了首局 别看米尔辛斯已经36岁了 但转为职业选手后 战绩并不突出 丁俊辉此一状态有所起伏 关键的第三局 丁俊辉这季击打粉球失误 让他失去了反超对手的绝佳机会 米尔辛斯趁机反超了比分 直到决赛局第七局 小灰17比11领先后甩开了对手 最终他苦战七局晋级发强